5000多块钱的电脑玩游戏可以碾压PS5 Pro吗 我们先看PS5 Pro强在哪 相对PS5标准版 PS5 Pro主要提升是4K60而且还是超彩样的 如果你花5000多块钱买个电脑主机玩同一款游戏 运行在4K60也可以是超彩样 但游戏画面画质和最低帧率的表现都得强于PS5 Pro 那才叫碾压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不用往下看了 另外这个视频咱只谈游戏的画面画质和帧率表现 别扯别的什么电脑还能生产力学习什么的 PS5还有GK6独占的 这个以后再说 不在这次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 PS5 Pro不是给普通大众玩家准备的 是给那些不差钱又想追求4K60的玩家准备的 如果你手上没有4K电视或者大显示器 就不要考虑PS5 Pro了 另外如果你想对比2K分辨率或者1080D玩游戏的表现 应该拿PS5标准版去对比 和那些2000多块钱的电脑去对比 因为PS5标准版其实就是2000多块钱 确定好咱们比什么 下面直接看数据 以目前热度比较高 对PC优化比较好 反而对PS5优化比较差的游戏黑猴子为例 在4K分辨率下关闭光坠不开震升程获认高特效 因为PS5的画面那个画质水准大概和PC的中高特效差不多一个水平 如果你的电脑选了中低特效那就谈不上碾压了 看这张图只有4080S的low真才能过60 所以说配备4080S显卡的高端PC可以碾压PS5Pro 但是4080S电脑得小脸万了 现在5000多块钱的电脑只能选4060Ti显卡吧 这个显卡就得3000多 咱们看4060Ti的数据 4060Ti的平均帧都没过60 low真只有33 很显然5000多的电脑并不适合4K60高特效游戏 如果你说选DLS超级性能档 那就是PC骑人了 更何况黑猴子这游戏对PC 特别是40T显卡有专属优化 对PS5优化好像特别不好 像这类游戏特别少见 因为大部分3A游戏对PS5的优化还都是不错的 最后总结环节 PS5标准版 PS5Pro 5000块钱的电脑 20000的高端电脑 它们各有各的群体 各有各的特点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钱包余额选就行了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大家参考